今年三三全台大停電 讓缺電成為不定時炸彈 企業們更擔憂電價飆漲造成衝擊 大家都會覺得 使用再生電源是不是特別的貴啊 其實就是因為你的綠電遠遠不足 不足的時候就是怎麼樣公補應求嘛 價錢自然會貴 可是隨著我們發展越來越順 速度越來越快 風力加進來 再生電源其他平行加進來之後 我認為價錢是這樣 所以並沒有存在所謂不划算這件事 那其實大家在看的時候會很直觀的看說 因為我用電才兩塊 我為什麼要買四塊五塊的綠電 其實綠電並不貴 因為綠電的好處就是 取之不盡用之不解嘛 再來就是它沒有後續需要回復的一些成本 今天特別邀請綠能產業專家 趙淑明與張建偉 要來談談面對再生能源背後龐大的商機 台灣的優勢又在哪裡呢 你不覺得最近雖然大家能源吃緊 還好今年我還沒被停到電 可是去年我們兩家好像都有停到電對不對 對 可是去年那次停電我剛好去你家 我還爬樓梯上去耶 對齁 我想起來 所以你知道現在缺電的問題真的很嚴重 那你自己有沒有注意到什麼呢 其實我有發現像是呢 從這個2016年的時候啊 這個雲豹是太陽能起家的嘛 然後可以看到這兩年受到這個疫情的影響 然後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的光電產業 他們的這個稅後引率都是負的 但是如果來看看這雲豹的表現喔 其實呢這個EPS的部分這幾年呢 都是越來越成長 而且呢今年呢也是正成長的 所以就是我很好奇耶 雲豹怎麼就是找人都長很好看 然後呢財貿也很亮眼 對啊為什麼 對啊 Johnny 我們先謝謝桑花這樣子的誇獎 我先不會演 我們演詞都有挑過 你看他們的公關長 蔡經理也是正妹 然後總經理這樣長這麼正 合理嗎 然後Johnny也是 我只能說產業是橡油新生 哦 再講比較OK一點點 有有有 對難怪我們都長了鬼瓜 那個洞越來越大了 沒有啦應該這麼說 其實我應該這樣講 其實我們有點像是順風順勢的一種企業 這種屬性啦 大家也都知道其實在2016年開始 政府政策就是一直往再生能源前進去發展 那我們也是在2016成立的公司 其實當時我們成立的宗旨 就是為了配合政府政策 去達成這個綠能無核家園的 這樣的一個決心 所以在政策的加持之下 其實我只能說是事半功倍 因為其實你推了一個第一個 你趁著趨勢是對的 為什麼我講趨勢是對的 其實大家可以知道說 我們講說2025年的無核家園 這個目標是在2016年定定下來的一個公關 這個概念 其實你看喔 我們在2016年就已經知道 2025年要無核家園 或者是說非核家園 甚至我們把再生年定掉一個20% 你會發現 目標有人幫你設好10年 那其實這個趨勢很明確 就像我們以前國小 國中高中大學 碩士博士 如果媽媽都把你設定好 你就走路上都會順一點點 那我們也是在這個產業道路上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們其實公司的組成是一群比較年輕 然後本土成長長大的團隊 所以我們在決策上面也好 或者是說我們在溝通上面也好 其實是沒有任何障礙的 所以速度就非常的快 因為其實畢竟公司是我們大家一起成立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不僅政策產業順 再來就是我們的溝通能力 跟我們的決策能力 其實都沒有仰賴太多的 複雜的程序 那也因為我們 可能起步也不算早 所以其實公司規模也不算大 所以在過去早期之後 一路發展至今 其實我們是循序漸進的長大 所以我們有一套我們自己的SOP 也造就了這樣的結果 其實我認為是順著勢而走 那我這邊也就補充說一下 因為其實按照像我們的發展的進程 其實我們一開始就像剛剛賞華講的 我們是太陽能起家 但其實在太陽能之外 我們其實也一直在看 到底就是 因為剛剛說人家幫你鋪好路 但這條路不叫做太陽能 它叫做再生能源 所以你要想再生能源的半酬 其實非常的廣 所以我們不是以太陽能起家 但其實我們一直在看 到底還有哪一些 可能跟再生能源相關我們是可以做的 所以就像我們現在也跨入了 像離岸風電 然後我們也跨入了儲能系統 那是要包括我們有在賣綠電 那甚至是我們現在還有跨出去 到了所謂的淨零碳排裡面的循環經濟 我們有做了一個水污水處理 所以像這一些 我們就認為我們是一個 比較多元化的發展 然後除了我們在固守 我們自己的本業之外 我們其實還拓展很多領域 那這些都是讓我們的營收 可以集結成賞的原因之一 那再來第二個我覺得可能會是 我們其實是 因為在這邊是一個 有點像基礎建設 所以它是需要非常重資本的投資 那我們這邊我們其實就會採取一些策略 我們可能就會像 重資產輕量化 那重資產輕量化的意思也就是說 這麼大的一個基礎建設 類似基礎建設的投資 我們就會找合作的partner 不管是受險業 或者是一些就是可能背後的投資人 那這樣讓我們可以有更彈性的一些操作 所以你剛講到就是說要找到partner 就是要找到許多合作的夥伴們 那所以現在我聽說 有離岸風店的台灣隊 可是這個在台灣已經是一個趨勢了嗎 那它的優勢在哪裡呢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因為離岸風啊 大家會覺得為什麼近幾年 離岸風非常的夯 因為其實台灣海峽 你知道它的風其實是非常好 它跟你說它的風場非常好 怎麼說呢 你知道有一個報導 它寫說全世界裡面前20大的 這個離岸風店的最好的風場 其實有16個在台灣 那其實台灣海峽是非常好 因為還有中央山脈 跟一個福建的武夷山脈 等於峰會力爭站好從中間過去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適合發展 離岸風店 那其實我們在觀察過去的趨勢 你會發現因為現在台灣 進入到第三階段的一個區塊開發 第二階段全部都是外商 那你就想世界這麼大 為什麼這些外商要進來台灣 所以其實這點都讓我們大家 開始去省思說 是不是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發展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看到了這個方向 我們覺得好像是可以來發展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去 那你覺得大家又會講說 那我的優勢在哪裡 我跟這些外商的優勢在哪裡 所以我們就覺得 這是我們的風場 這是台灣的風場 那我們當然是台灣自己要來做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組了一個 離岸風店的台灣隊 那台灣隊的成員 那當然裡面就是有一些 國產化的供應鏈 那像天麗啊有冠啊 然後實際上尚尾是 真的是唯一大概台灣有經驗 曾經蓋完風場 所以我們這四家台灣的廠商啊 我們就覺得 我們自己來組一個台灣隊 那自己的風場自己開發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們會想組台灣隊的一個契機 是 可是呢像這樣你剛剛講到說 台灣的風場雖然好像 就是條件非常的優越 不過呢我們相比 例如說我們在 例如說北大西亞 或者是在地中海 例如說像西班牙這些國家 其實它的風力發展也非常非常的發大 然後我那時候我有帶過參訪團去看過 他們國外的說 其實台灣的天然災害 是我們發展連岸風店的一個隱憂 那你自己怎麼看呢 應該是這樣講 我覺得各地都有災害啦 我覺得也不會是只有台灣有 那的確台灣有一個比較多 可能大家沒有的一個颱風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我覺得在技術上 是可以被克服的 因為其實你看颱風它是有可以預測 然後它是可以有孤列一個強度 所以其實我們在做這些一些設計 跟這個建設的過程中呢 我覺得當然就是我們要做更多一層的防護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完全不知道的一個災害來 你說那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我們都已經預期 我們知道會有颱風這個項目 或者是這個可能會對 有一個重大影響的時候 其實我相信預防的措施做好 因為你看像我們的太陽能 大家也說台灣地震啊 然後颱風很多啊 可是我們太陽能依舊蓬勃發展 其實你只要做好預防措施 這些是可以被防護的很好的 我會補充一下剛剛一件事 就是說剛剛哲心哥這邊有講到 就是說我們的優勢在哪裡 因為其實在第三階段 我們很強調 本土化跟國產化這件事情 那一直以來 我們雖然是本土化國產化 但技術跟資金是施罰外地 那慢慢的其實我們在這幾年 這六年七年來都要學習 我們認為我們的技術層面 已經慢慢已經學習了 成長到一定的階段 所以我很常講4GY就是台灣人 台灣錢台灣是台灣做 如果你要做本土化國產化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夠自己出錢 然後自己來籌措找台灣的人 落實台灣本土 真正的本土跟國產化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在這個階段 很大的優勢 所以聽起來其實不僅我們 司法國外的這些做法之外 剛剛也是很努力要克服台灣的 有一些既有的天后的狀況 那這個離岸封電台灣隊到目前為止 它的規劃跟進度甚至達成率 大概又是怎麼樣 因為第三階段開發 現在目前是預計9月要進行投標 那9月投標的過程 我們會有一些先決條件要必備 那比如說現在最重要的一環 就是目前大概大多廠商都卡住的一環 就是叫做環評 那環評跟目前我們現在 我們台灣隊已經通過了環評出身 那大家可能沒有感覺通過什麼 通過就代表取得門票 也就是說它的要件之一 就是你要通過環評出身 只要你通過環評出身 你基本上就有具備投標的資格 所以以台灣隊來講 我們應該是第一家 本土廠商取得這個門票的部分 那當然前面還有一兩家就是外私 那當然現在也還有很多會在婚姻排隊 還有進入你取得門票 但是呢 因為剛剛講到再生能源這件事情 因為台灣目前好像使用率只有5% 其實不算高嘛對不對 那在經濟部他們喊出來的時候 2025年要到20% 但是我後來前一陣子看新聞之後 應該會 應該會載到票 但是在這間的路上呢 畢竟過往我們是沒有蓬勃發展 沒有去推廣這件事情 其實是為了追求全球的趨勢 而去做這件事情 在沒有很大的壓力下 什麼叫沒有很大的壓力下 我先講台灣的電費其實非常的便宜 你同意嗎 沒關係要漲了 這也是好幾年來 受不了而做的 那好那這是第一件事情 台灣的電價非常的便宜 第二件事情 台灣用電量極大無比 台灣是世界前三大的用電量 這代表什麼 其實台灣並沒有減能減碳這樣的概念 便宜 便宜多用無害的感覺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都會覺得 使用再生能源是不是特別的貴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我要先跟各位分享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我先講一個事情是 其實再生能源我們台灣很施法日本 在光電發展這樣很施法日本 為什麼呢 日本在2011年3月11號發生福島核宅 所以很快的在2012年的7月1號 立定了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那這個條例就是 它採取了一個最高的綠電的這個盾售 由政府來買單這件事情 它用一度電40塊錢的日幣來發展 當時日本的一般電價是22塊 其實日本的電價是非常的貴 對嘛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 馬上用這麼高的數字來吸引 所以一開始日本的政治心 開放讓外資來投資 所以這兩年很快的外資就 叭叭叭叭進來了 隨著日本因為有福島核災的隱憂 過去發生了切成之痛 跟電費特別的貴 所以日本人很有感覺 所以立竿建議的停掉 日本77座的核能發電廠 全力發展再生能源 這樣一個動作 所以很快的 他們的發展速度比想像中來得快 第一年就10G 10G 我們是2016年喊出 2025年要20G 的概念 直至目前為止8G 12G 對 但我要講這次就是因為 國情不同跟狀況不同 可是隨著而來是 日本也因為政策對切身之痛 所以它發展速度很快 很快的就從第一年的40 第二年的36 32 28 24 21 17 現在是11 已經比傳統的發電更少 Exactly 所以他們已經完全達標 所以其實跟我認為台灣人的走勢 慢慢的也會像是日本人的做法 其實就是因為你的綠電遠遠不足 再生能源遠遠發展稍慢 你顧前顧後沾前引用一堆事情 你沒有落實真正要達到五合家園的概念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不足的時候就是怎麼樣公不應求嘛 價錢自然會貴 可是隨著我們發展越來越順 速度越來越快 風力加進來 再生能源其他平行加進來之後 我認為價錢是這樣 所以並沒有存在所謂不划算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 剛剛有講到划不划算這件事 我記得我之前看過一個報導 我覺得講的還沒有意思 他說像是這些石化的能源 你多用一分就是少一分 所以它以後只會越來越貴 但是對比這些再生能源 其實你現在去投資下去 做到一定的規模經濟的時候 它市場是越來越便宜的 所以這個值得投資的 對 而且另外一點我可能要補充 當大家在講這個石化資源 第一個它當然有可能就是被消耗完畢 第二個是其實它背後隱藏的成本 大家是沒有考慮的 因為你就想不管是燃煤 它可能造成空氣污染 其實這些都是要花另外的 additional 的成本來去就是 保護它或是來做一些回收或回復 但其實大家在看的時候 會很直觀的看說 我用電才兩塊 我為什麼要買四塊五塊的綠墊 那其實你把這整個 如果你先不分你我 我們不分誰付錢 我們把這些東西都算起來的話 其實綠墊並不貴 那會不划算 現在就大家只是很單純的看 我要掏出多少錢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覺得整體上來講 綠墊不存在 因為綠墊的好處就是 取之不盡用之不解嘛 再來就是它沒有後續需要回復的一些成本 可是其實現在大家也很擔憂的是 像是現在2026年 然後歐盟輸出他們要做這個碳關稅 但是現在政府的這些評證 有九成以上 都是被台積電買走了 那另外剩下的呢 多半也都是被像是月光啊 台大電啊 這些超級大的科技大廠給買去 可是有很多的中小型的企業 他們可能加入了這個Apple供應鏈 但是要求他們用再生能源 但是買不到 那這樣怎麼辦 是不是的確會再生能源 比較不願意賣給中小型的企業 其實這個答案呢 我也是覺得比較 我不想用否定這件事情來講 但是我認為也是值得探討啦 什麼叫值得探討呢 其實台灣並不是沒有在鼓勵用電大戶 購買綠墊這件事情 因為你產的多 你就買多一點點來補償這件事 因為其實就是碳中和的概念 二氧化碳你沒有辦法 想辦法把它解決掉 你只能從別的地方make up 來做一個balance 對不對 所以其實台灣一開始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讓用電大戶來購綠墊 就是減低一些政府的負擔 可是它並沒有所謂的罰則 它只有早鳥優惠 你早點做 你要落實的程度可能是10%變8% 所以這些沒有罰則 可是你要很慶幸 我們有另外一個國際型的機構叫 RE100 這種RE100的概念就是說 他們是來自於就是 Renewable Energy 100 Industry 就是100個宣誓 2030年全綠電的企業 這是誰 Google Facebook Amazon Yahoo 他們在全世界各地有無盡的上下游 他們自身要求說 如果你要在未來跟我合作 你必須要在2025年全綠電 我才會跟你合作 所以這些舉例 大力光 國劇 或者是鄰聚 或者是這些相關的半導體的公司 他們就被迫說不行啊 我如果要跟他合作 政策是一件事 我趕快落實我才能夠繼續供應 所以這些機構是率先發難 不是中小企業買不到 是一波接著一波走 所以他發難了之後 他開始落實這件事情 那銜接來的就是 他自己也會有上下游 大力光這些本土企業也會有 所以其實這是一波一波在走 所以這樣看起來的話 台灣的綠電商機真的很大 其實綠電商機很大 像我們自己本身 因為我們自己有在收綠電 所以像去年 其實我們就已經完成了 玉山晶的一個轉工 他們在第一階段買完之後 現在我們其實又在洽談第二階段 因為大家對大家來講 現在開始都是買一點點 先試試水溫 那之後當然有機會 大家都是往R100的方向去賣進 那更不用說像我們今年 也跟Google有完成了 就是綠電的轉工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跟很多 國際就是知名的半導體大廠 其實都有簽了合作 甚至是我們現在 連電廠都還沒蓋好的案子 都已經被book好了 大家都說 兩年後你蓋完 我要跟你買這個綠電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這是一個一窩蜂的風潮 那就像剛剛講的 其實是這樣 供不應求嗎 那今天供不應求的情況下 誰比較有這個機會買到電 那可能要嘛 就價格出的高 有競爭力的 因為大家都在做生意 我們其實也是在經營公司 要不然就不會有剛剛的EPS 他的意思是 他的名字EPS更高 對 有錢了 所以你看喔 那你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 你一定是有需要被逼迫 比如說我真的沒有 我就會掉單的 這種企業 他願意出更高的價格 那如果以為我們在售電 我們是一室同人 那你要想喔 今天你跟我買1000度電 你只跟我買10度電 我的行政流程一模一樣 我要花一樣的時間 那正常人是不是會選擇 想賣1000度的 因為我就是花一次的時間 我可以賺到比較多的錢 所以不是不賣給中小企業 其實沒有這件事 只是在目前的市場競爭下 大企業比較有競爭力 但是我覺得再過一兩年 全民運動 大家都會買綠電 是因為全民運動 大家買綠電的話 大家就會想到另外一個 也就是說針對綠電的公司 他們的能源公司裡面 也要求ESG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 雲爆在ESG上面 有什麼樣的貢獻跟作為嗎 ESG我們做超多的 我們怎麼說呢 我們從最簡單的 大家第一個想到以前 講ESG或CSR會想到什麼 我一定會想到捐老人食堂 或者是我可能就是送口罩 這些就是可能防疫的時候送口罩 看哪裡缺什麼 然後震災 然後或者是就是這些我們都有做 因為我們其實就各地發展 我們各地深耕 所以這些我們都有做 那再進一步我們又在思考說 我只做這個 我也沒有什麼 可以跟我本業做更多的結合 我不要只有做 就是這些不是不好 一定得做 只是我希望我可以更有獨特性 所以我們後來有發展了一個 所謂的就是 我們自己是做太陽能的廠商 所以我們就去捐贈這個太陽能電廠 那比如說我捐一個3K網 那我們會捐的對象是誰 天香 或者是他們可能就是一些 經濟比較困難的一些團體 那比如說我們就之前在花齡 有一些就是原住民的這個 共學員 那我們在他的屋頂上蓋太陽能 那他們小孩就有電可以用 他們不用浮電費 那對他們來講其實是另外一個 資助的方式 而且其實它是一個長期的 因為你看我捐一個3萬塊給你 10萬塊給你一次性用完美了 但是我這個是可以用20年甚至更久 那我們就結合這樣子 我們去做了很多偏鄉的活動 那近年來我們就是更跨足了新的領域 就是我們跟運動有相關 對 那運動我們當然要請我們這個 籃球隊執行長來幫我們說明一下 而且我聽說你今天穿的 還是你們原爆的制服對不對 這個是女力當前我們都穿粉紅色 對 這就是DS區的 早知道我今天也穿這一件 你是女生 沒有啦應該這樣講 其實 一開始我說實在話 這個真的是產業特性 我還是要講完產業特性 因為我們做再生女員是需要去偏鄉 或者是比較遠 比較偏遠人少的地方去做這些投資的 那坦白說我們都是來自於 假設我們從台北去雲林彰化嘉義 台東花蓮這些地方 其實我們是外來客 其實外來客要落入地方 其實他們地方認同感很高 所以我們一開始當然是想去做生意 可是生意做不成就先做公益 所以慢慢的這是一個小轉折喔 那公益只是一次兩次不太行 我們敢去做教育 所以我們公益之後 我們就慢慢走教育 所以就開始我們對於一些幼兒幼教去捐贈 那發現除了教育之外 那我們就發展到體育裡面來了 所以我們認為說 其實不如就是把它成為一個一系列的 不是只是一次性的 所以我們從我剛才講的 對不對一般就是以往做公益 公益從太陽能節 我們做一些綠能電廠的捐贈 老人食堂的捐贈 所謂老人食堂 就是我們在老人食堂屋頂加蓋太陽能 發的電全部給他們買加菜金 所以我們等於是捐贈這種模式 與其給他魚不如叫他怎麼釣 所以我們用太陽能的方式直接給他們 然後後來我們開始 這些公益一直一直落實之後 我們在今年開始 不做則以 真的一做驚人 我們真的走上一條 沒有回頭路的世界 就月座好像覺得 好像就是我們的責任 因為這個市民度擴真快 以前做綠能沒人來找我們 做公益大家都來找我們 所以我們就成立了一個教育基金 專門針對城鄉育財 在這些我們偏鄉落實或城鄉比較邊遠的地方 他們教育不足 然後又很有趣的在去年 因為在疫情期間 大家被落在家裡對不對 然後因為你們知道 那時候剛好是奧運的時刻 我們很開心讓世界看到台灣 從體育開始 結果一個不小心 啪一下就落入了職業球隊 對 就成立了桃園雲豹 一路到今天 那你也知道 其實我們做這些事情 一開始是 在我們2016年就做這些事情 其實是沒有ESG的存在 可是慢慢你會發現 一就是environmental 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再生人員 全部都是為環境而做 再來S就是social 我剛才講的公益 教育基金 體育 然後governors 我們公司就是偏重女生 女力 所以其實某種種成本就串起了ESG 在這件事情上的特色 對 而且不僅在ESG上面 包括也算是完備了 在聯合國的SDGs 對不對 對 而且在符合這麼多的 這種國際標準之下 我相信雲豹未來一定大有可問 對不對 今天謝謝Sumi 謝謝Johnny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德馨 謝謝商華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